知名记者透露,李铁或已向足协申请辞职,国族可能会临阵换帅。 大家好,我是三峰说求,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国族,聊一下李铁。 国族已于近日返回中国,目前全队正在接受隔离,不过关于主教练李铁下课的声音却越来越多,这显然也对当事人造成了巨大压力。 著名记者袁野老师透露,我相信李铁很有可能已经向程序员表达了辞职意愿。 袁野认为,国族四战三负,对阵越南还是侥幸三比二取胜。 打出这样的成绩,主教练李铁确实难辞其咎。 现在没有人比李铁更受煎熬。 实事求是的说,国族前四场比赛不仅结果令人失望, 而且球队场上表现糟糕,大部分时间毫无斗志,辜负了球迷们的期待。 如果李铁坚持提出辞职,那么足鞋也没有办法。 考虑到距离下一阶段的比赛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 算上磨合期,国族至少要提前半个月敲定新算人选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谁能够接班李铁? 我个人认为,也许李皮三进攻是足鞋最好的选择。 他有四大优势。 首先第一个优势,李皮是李铁的前任。 他是在2019年亚洲杯国族惨败给伊朗后卸任的。 由于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,国族参加大赛的机会并不多, 人员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。 李铁打造的球队班底,其实是建立在李皮执教的基础上。 因此,若李皮三进攻,不会存在不熟悉的情况。 无论是对战术打法的理解,还是对球员们的理解, 他都能够加轻就熟。 第二点,李皮是规划球员计划的倡导者和执行者。 正是在李皮的强烈建议下,恒大、国安等球队和足协才会展开合作。 连续输送了多名规划球员。 目前的国族正中就有四大规划汉将, 他们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但由于李铁不是很热衷于使用规划球员, 这也让他的战术打法十分保守单一, 备受外界诟病。 如果李皮上任后,就不会有那么多顾虑, 肯定能大胆地使用规划球员。 这对目前的国族至关重要。 第三点,李皮似乎很期待重返国族执教。 自从离开国族率尾后,李皮就多次发文, 表示自己一直在关注中国足球。 甚至此前意大利媒体还多次传出消息, 中国足协联系过李皮, 还进行了合同谈判, 相信这一切绝不只是空穴来风。 尤其国族进军十二强赛后, 李皮直言不讳地表示愿意随队出征, 但是他没说是以观众的身份, 还是以教练的身份。 我个人认为, 如果只是作为观众的话, 他大可不必这么说。 可见他确实很想回到国族的教练席上。 第四点, 李皮的能力肯定强于李铁。 虽然在部分中国球迷眼中, 李皮和卡马乔、佩兰之流没有太大区别, 只是顶着洋帅的头衔, 跑到中国来赚钱而已。 不过, 李皮毕竟是拿过世界杯和欧冠的顶级名帅。 他的能力毋庸置疑, 李铁不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土地吗? 如果说李皮有什么问题, 可能就是平时比较严肃, 不太注重和中国球员的沟通, 但这不是没办法解决。 至少在战术部署和人员使用方面, 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李铁。 也是目前唯一有希望带领国族突围的教练。 好,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, 喜欢三封的给三封点一个关注,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, 我们互相交流, 学习, 谢谢大家, 再见。 再见。